以天蝎的性格与行为解析,天蝎座是十二星座之黄道第八沟,位于天成座之东,射手座之西,出生日期为十月二十四日,到十一日二十二日。 这一星座的人对互不相同的和互不相容的事物有特殊的兴趣,也喜欢看旧事物的本质并加以区别。 天蝎座的人给人一种精力旺盛,热情,善度,占有余强的特质,天蝎座拼好低调,喜欢安静,讨厌到暧昧的人,理性的可怕,不爱吵架,只会扭头走人,善变却不爱解释,对朋友绝对够义气,自我保护意识很强,注重个人隐私,善于保守秘密,不容易接近,容易给他人一种冷酷的感觉。 并且天蝎座的神秘感,不会像表面那般肤起眼,而是内心的意志,这也正是天蝎这个星座的一个显著特点。 对生活很有目标性,追求欲望比较强烈,不达到目的是不罢休,缺点是比较易怒并且心机重重浮比较深,敢爱敢恨。 重情中意的天蝎座,是一个绝对极端的人物,是一个不能轻易滞留的人,两天蝎座三观,爱情观,天蝎爱一个人的方式挺极端的,属于爱上一个人,就会爱上他全部的类型。 耐心热情外表谨慎,并且在感情中会占有主导的地位。 对方必须时刻以他为主球转动,为此,他总会抓住对方的弱点,并为此而付出行动。 直到对方心甘情运,为他付出一切,并且对待着爱情的态度,也是出了名的霸道,被天蝎爱上的人,有的很幸福,狠得很惨烈,因为蝎子既专一又不同寻常。 因为紧迫的感觉,时常会让恋人透不过气,所以专情归专情,有时候还是需要互相多一些空间,这样的感情才会长久。 金钱观,天蝎座很有钱财观念,没有首先没有存款天蝎座,也会很缺乏安全感。 但大部分的天蝎会为了满足自己失荣心,在遇到自己喜欢东西的情况下,不管多少钱也会设法买下来,这样的个性经常使得他们的财务遭受到严重的危机。 而到这种镜头上天蝎,也变得有些一毛不花,并且对钱的态度有点分裂。 比如慷慨大方,只针对自己喜欢的人,对那些不感兴趣的人而言,他们会表现得有点吝啬。 所以要看天蝎爱不爱你,也许绝于天蝎愿不愿意你花钱。 涉及到投资不宜投资股票的投机性项目,最好进行非投机性投资。 比如,保险,房地产,黄金预契等,保值增值平项目。 事业观,天蝎做的人事业心强,有着谨慎,冷静的形式风格,非常注重过程。 在设想,架构上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,这也会让天蝎在工作领域中,将自身最大的优势发挥到极致。 但天蝎做的人尽管在事业方面,有极强的第六感和敏锐的感受能力,但是并不代表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正确的。 所以你也适当听取他人的建议,适当给予他人一些机会,而你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下来。 再者就是带人出事更人容易些,你的事业会有更好的发展。 三天蝎做如何脱单,天蝎做总给人一种孤傲的感觉,陌生人接触的时候,总该有一副清心寡欲的模样,也会让他人静而远之。 所以首先你也需要表现出清和一些,才会给予他人亲近的一面。 由于天蝎做生性多疑,防范比极强,对陌生人有看法,往往凭自己的好恶,对陌生人一般没有什么好感,也不会主动接近你。 你也需要明白一个道理,要容许不一样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存在,相爱相守不一定要相瞻。 对于天蝎做的人而言,如果你想要自己脱单容易一点,那么你在生活中就应该多参加一些派对机会,扩大自己的交际圈,让自己能够多一些机会,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异性。 自然发展恋情也更容易一点,天蝎的桃花一般出现在就相识中,如果你自身可以多约一些朋友,一起吃饭举会看电影等,那么你脱单的机会也会很大。 带话放松你的感情,并且对于一些暧昧对象的话,你也是要学会控制自身的战友,避免追求者对你只有望而却步。 似天蝎做爱恋你的表现,天蝎做自尊心很强,总想表现得大方独立和无所谓。 所以动心是通常会不动声色,但是只要你用心,你依然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去发掘,比如对方经常无时不可关心你,天蝎做如果暗恋你,对方就会在生活中各方面都很上心。 比如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你,就会想无时无刻的和你在一起,会知道你的爱好,并且会希望你能更了解它,也会关注你的一举一动。 比如对方会去搜查你的微博,朋友圈查看你各种旧历史,天蝎做的人都有侦探体,说天蝎是个侦探绝不过分。 但天蝎喜欢一个人,普遍不会很明显,但你可以感觉得到对方对你的好。 天蝎如果要表白,不一定会很直接的,可能先会暗示,一下看对方什么反应,但会在任何时候找任何机会接近你。 比如有你在的场合他就要来,或者是在这个聚会里,他只要打听到你会出席,那么他一定会到,并且会刻意的打扮自己。 所以你遇到过这种太多的巧合,那么,你们也会很快巧合在一起哦,然而真正爱上你,就会变得特别幼稚,喜欢卖萌,喜欢唠叨。 因为天蝎是绝对的特别幼稚热,并下面是烧不尽的火,就会想着对你好,并且是一种持久的想念而非短暂的激情,甚至会想得很长远。 比如和你结婚,生小孩等等等,并且天先注重有充足个人空间的人,所以如果对方开始和你共享很多东西,主动的给你钱让你操控,或者让你知晓他的财务状况,甚至本给你房产等等,就说明他真的很爱你了。 他们都不为艰难,坚持到最后,而获得成功的那一刻就是很大的,不如何追求天蝎男,想要吸引天蝎男,基本穿着云泽,黑色固性感,然后就是浓郁的香水,要绕性感的呈现在天蝎男眼前。 那么捕猎者就盯上你这个猎物了呢? 其次想追求天蝎男你内心要强大,太过主动太过软,太在乎他太没有安全感。 无比顺从喜欢B1都是大技,天蝎男喜欢小众,喜欢特别的美,在乎肉体更在乎精神,所以你前期矜持非常重要,切记不要慌乱,倒贴,乱了阵脚,在和天蝎确定关系之前,请不要很快的和他上床,因为上了床,你在他的心里就没有什么位置。 你是他的猎物,越难得到的猎物越珍惜,但你也需要学会激发对方的激情,对付天蝎座的冷硬必须要有高逼格,你也需要让他感到琢磨不透,总结合他们上床时间越晚。 你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就越高,才会刺激他的征服欲望,才能真正吸引他的兴趣。 六 他如何追求天蝎女,天蝎女也是严酷的代表者,当然他们还喜欢强壮的男生,如果你是若不禁风请你去健身吧,如果追求追求对你没感觉的天蝎,请你多见帅气有逼格,看起来很有内涵,心思很深沉,还要表明你很理解他奇怪的感伤。 在他朋友圈下留言,霸气的那种留言镇住他,天蝎女不仅希望自己的男人,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可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量,更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一个特别有沉稳的人,能够沉稳地应对一切困难和磨难,更不能心存戏弄天蝎的感情,这样也会让天蝎变得极为反感。 请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,当你向他表白的时候,如果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你,恭喜你,他不讨厌你,甚至有可能也喜欢你,但是,他绝不会马上答应,不是他再摆姿态,只是他自身没有足够的安全感。 天蝎女一样是占有羽极强的生物,不要外遇,不要出轨,不要欺骗,这些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基本准则,蝎子本来就是带刺的,而且是毒刺,也因为这个,他冷艳性感,他勾人心魄,当然也不容易驾驭,这天蝎座的相关问题,天蝎座的无敌之处。 生的气死不承认,非说没生气,再说起话来,就爱大不理的,二个陌生人能轻松的打招呼,然而要成为朋友,及时气势从半年开始计数。 三,跟熟悉的人在一起说话很直接,什么都敢说,一点含蓄都没有,往往要熟人无语。 四,挑毛病的本事绝对无人能及,天蝎座容易一见钟情吗?因为天蝎座是个被动漫热的星座,所以一见钟情很难发生在天蝎座身上,天蝎座的爱需要时间,会喜欢很多人,却很难爱上一个人,因为天蝎喜欢细水长流的感情。 天蝎座固恶吗?其实天蝎是活得孤独的人,他自己都会发现,自己和许多人是格格不入的,他满脸的笑容很多时候都不是发自内心的,只为场合需要,真正谈得来并懂得他们的朋友很少,导致会给他人意孤傲的感觉。 把天蝎做速配,天蝎VS双鱼,配对打分,95,同为水象侧场相近,处于灵魂伴侣,双鱼容美温血的个性正会,是报道的天蝎所想要的。 而占有欲,强的天蝎往往会给予生鱼一定的安全感,在意境格外舒服,所以这个配对牵手一生并不难,天蝎VS巨蟹,配对打分,90,同为水象有着香之下, 天蝎的默契,天蝎强聚蟹柔,在一起相处也会起到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,天蝎负责主外,聚蟹负责主内,目标一致,对于中国式的家庭氛围,来说都说会比较看好的,天蝎VS摩羯,配对打分,80,这个一个不错强力股配对,双方个性会相对泪脸一些,且不算交际,是世纪以名利为先的思考型组合, 加上双方个性技巧,若是目标一致,激发双方共同的潜力,视野可以达到最高层度,以上位太阳星座天蝎素配解析,天蝎自身会和水象星座来电一些,如果可以适当收敛,一下过强的战友剧,感情道路也会顺利一些, 其他星座配对简单打分,天蝎VS白羊40分,天蝎VS金牛60分,天蝎VS爽子40分,天蝎VS十字50分,天蝎VS天长65分,天蝎VS天蝎718分,天蝎VS射手60分,天蝎VS水平50分,天蝎VS除以70分, 次星座配对解析都是,以太阳星座为主,性格分析会比较多一些,毕竟每个人的星牌配置都是不同的,个人个命不可能离个,太阳星座这全部概括,而对于个人缘分,如何相处需要结合合法解析, 记住,简单来说,配对打分,主要针对此次分析的星座最有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